去年底 彰化县和日本群马县签订产业文化交流协定 日前 日本群马县知识大则证明带来了日本的传统舞蹈 也率团推广群马县的温泉和当地农产 彰化县长卓博员亲自接待 双方进行一场产业文化交流 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游客能到日本群马县观光 在一家专办日本商品超市 六位女将身穿和服 跳起当地的传统舞蹈 来自日本群马县的温泉业者 用他们的舞蹈进行文化交流 特别受到注意的是这个 用竹签串烤的馒头 就是群马县当地有名的料理 外面非常的香脆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味噌酱 那味噌酱它这个有一点甜甜的 可是又不会太甜 那也不会太咸 然后它的里面是软软的非常好吃 彰化县长卓博员也来到现场 跟日本群马县知识大泽证明 进行产业跟文化交流 这一次群马县的大泽证明知识 也带着群马县的女将 因为群马是一个温泉都市 来行销他们的温泉观光旅游 所以这是一个台日交流 日本群马县知识大泽证明表示 照访他们当地温泉的旅客 大多来自台湾 也感到台湾人的友善 希望透过交流 要将他们引力友谣的温泉跟农产 跟台湾民众分享 新唐人羊的电视 陈映真 叶西红 台湾章欧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